欢迎来到小九撩剧 今天小九带来由猫猫写的锦衣之下之一念一下 第44集 陈年的故事 路易和夏夏结完婚 便带着孩子和夏夏回了绿洲父母家 他已经提前打个招呼 告诉自己的爸妈他结婚的事情 父母只是久久地沉默 既然二老没有说什么 路易就当爸妈同意了 这么些年 他知道父母到底在迟疑一些什么 也明白为何会一直撮合他和小敏在一起 这一次 他只想彻底告诉他们 他只想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和儿子 生活在一起 其他的他不在乎 一回到家 路易就在客厅看到了小敏的父母 他只能尴尬地走上前打了声招呼 小敏爸爸淡淡看了一眼路易 嘴角敷衍地勾了勾 对路易爸爸说道 老路啊 你现在都有孙子了 提前退休是正确的 人吗 别太贪心 路易爸爸的脸色极为难看 似在极力强忍着什么 只能陪着笑脸说道 孩子的事 我年纪大了 做不了主了 小敏妈妈 那就不耽误你们一家人团聚了 我们就不打扰 先走了 他说着客气的话 语气却冷冰冰的 等小敏爸妈走后 路易爸爸喝了一杯水 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才抬头对路易缓缓开口 得罪了他们 现在你满意了 路易知道 爸爸身体不好 强忍着心头的火 没有辩驳 只是对念念说道 念念 你去陪爷爷玩一会 念念也很乖 坐到路易爸爸身边 爷爷 你吃水果吗 看到孙子 路易爸爸的脸色才好一些 好 念念拿的 我肯定吃 路易带着下下回了房间 他整个人都紧绷着 尤其是在家里看到了小敏父母 他不安地问道 你爸妈是不是更加讨厌我了 没有 你别多想 你家和小敏家到底有什么 他问得委婉 但是路易还是听明白了 他握住下下的手 陷入了长长的沉默 我也是听我妈妈说过一些 我爸爸在工作上犯了错 如果小敏爸爸愿意帮忙的话 他可以不用受到处罚 有多严重 下下问道 退休的话 还能走得体面一些 如果继续留下来 就要被停职 他这个银行行长 看似风光 但是里面涉及到的利益 实在太多太多 他之所以想撮合我与小敏 就是想多一条人脉 多一条好走的路 现在的社会有多现实 下下又不是天真的少女 什么都不懂 我和小敏 认识这么多年 要是真的有感情 也不会需要长辈的撮合了 爱情是无法勉强的 强扭的瓜也不甜 尤其是他骨子里还有一些反腻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下下除了问这个 他也不知道自己还能问什么 放心吧 我爸爸的事情 不会牵涉到我们 他自己做的事 他心里有数 我已经劝过他 好好修养身体 退休就退休吧 路易故作轻松地说道 但是下下知道 如果路易爸爸这么好说服就好了 这时 门突然传来敲门声 路易说了声 进来 路易妈妈便端着一盘水果 点心走了进来 他一脸温和地对两人说道 吃点水果吧 下下站起来 双手恭敬地接过果盘 谢谢阿姨 他以前不敢跟着路易叫他一声妈妈 现在更不敢贸然 路易纠正道 叫阿姨多声书 应该叫妈 下下只能低头尴尬地笑笑 路易妈妈轻笑一声 你这孩子 你们还没有办婚礼 话虽如此 下下心里明白 他已经不奢望所谓的婚礼了 而且他也不在意婚礼 他已经不是小女生了 要怎样的仪式感 他如今唯一的需求就是 一家三口在一起 好好过日子就好 路易还想说什么 路妈妈又开口了 你爸说要带念念去院子里玩 你也跟过去看看 好 他知道 妈妈和下下有话要说 只能安安给下下一个眼神 下下朝他笑笑 满脸轻松 等路易走后 下下才轻声说了一句 阿姨 对不起 我没有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 路易妈妈 那怎么办呢 下下被问住了 对啊 能怎么办呢 他只能老实交代 你当初给我的钱 我用来买房了 那套房子 我可以卖了 把钱还你 他知道自己的话 很蠢很可笑 越说越没有底气 你当初答应我 收了我的钱 就离路易远远的 不再出现在他的生活里 不再和他复婚 没想到 你不仅生了孩子 还又和他在一起 阿姨 我是真的重新去了一个 另外一个城市 我们再次遇见 并非我刻意所为 只是巧合 巧合 路易妈妈嘲讽地笑笑 下下还想解释 又觉得一切的话 都是那么的无力 当初路易和他提离婚了 路易妈妈又找到他 给他钱 让他们分得彻底一点 那时的他 已经因为频繁争吵 对这段感情失望到了极点 离婚后 他才发现自己怀孕 但又没办法再回头去找路易 他不想用孩子绑着他 但是入不敷出的他 怀着身孕 除了收下这笔钱 还能做什么呢 我 对不起 真的很抱歉 下下又再次道歉 说道歉已经没用了 路易妈妈抱着肩膀 神色复杂 两人都沉默着 气氛很是诡异 除非你留下念念 下下猛地抬起头 什么意思 念念马上要念幼儿园了 我和路易爸爸 已经为他选好了幼儿园 让他留在我们身边读书 路易妈妈说道 你和路易怎么样 我们不管 也管不动了 房子你也不要卖 给你的钱 我不会收回 这些年 你带念念也吃了不少苦 可是念念还小 需要爸爸妈妈的照顾 下下迟疑地说道 念念是他的心头肉 他怎么舍得呢 哪怕他们是他的爷爷奶奶 他内心深处 还是有着深深的隐忧 你和路易好好商量一下 路易妈妈一开门 就发现路易站在门口 他捂着胸口称怪道 你站门口干嘛 路易笑笑 没有说话